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到觉得在已经有四个职场大神的存在之下 周深站在实习生的视角感同身受反 是节目组更需要的 不会和双北徐丽天真壮行 看节目剪辑的方向 周深早期的定位是 表情推进节目氛围 分享的精力活跃气氛 站在普通人的视角度去提供一个平视的视角 我觉得周深在这个环境当中 最难得的就是强大的共情能力了 即使考虑到专业的壁垒 他不太好说多话 但是发挥一下自己感同身受的能力还是可以的 比如说关于裸辞的看法 救自己这个角度就比较偏向于普通人的视角了 所以我不担心他在这个节目中会不会出彩 比较尴尬的确实是陈陈 陈陈参加这种节目呢 其实是有点鸡肋的 不是说他微博那条回复是为自己输出不够找借口 我相信他是真的怕说错 其实我觉得他以他的双伤啊 不太可能会说错话吧 大可以更加的大胆一些 当然每个人性格不一样嘛 可能有些人更加谨慎一些 我是属于比较敢说的 所以以我的标准 我会觉得他还不够敢说 此处接受不同的观点哦 然后我同意你的猜测 确实是有可能他说的不止这些 但是被剪辑到了 关于我追了周深多久呢 从好声音开始就喜欢他了 但因为后来没有关心综艺 也就不知道他还在唱歌 从我们的歌开始意识到他还在唱歌 然后他参加了所有大小综艺和采访一个都没落 之前呢也都补齐了 自我感觉还是比较了解他的吧 我发现周深去的每个节目第一期都是很少说话的 这只能够说去陌生地方容易紧张吧 没必要说不自信的 应该说是有点内向 个人猜测啊 没发现这个节目是萨老师和何老师主要观点 输出不同的观点呢 已经是由他们俩了 周深就没有必要说太多 你相信不相信 要是周深也跟他们两个人话多的话呢 就会被骂的 深奥的道理 在场的各位除了年纪小一点的范晨晨 都有可能会做有效输出 不一定需要每次点到周深 在何炯和萨贝宁都是蛇灿莲花的大拿 有他们在那里控场呢 周深真的不需要过多的去讲很多话 杨天真不会说不敢说吗 徐律师不冤博不坚定吗 节目组对小维组的每个成员应该也是有布局和定位的 主持人清楚 天真和徐律师也清楚 做个适当的小葱花就很好了 哪怕一点点 大家也是可以感应由于他的存在而激发的一些美味和香气的 他很自信 但是他在音乐的领域的自信呢 并不足以让他在其他的行业指手画脚 他比任何人更懂得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大家既然也觉得他很成熟通透 那就信任他 少管他好吗 法学呢 是这节目选择的一个领域啦 节目组织到的很多的道理呢 并不局限于法学 并不局限于专业 我不希望节目会请周深 只是为了引游 把它作为一个摆设 从学校就到职场 是周深六年前刚经历过的一些阶段 比起已经过了好多年的何炯啊 塞贝宁 周深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更加能够感同身受 不单是可以把实习生的疑惑和价值观问出来 也可以以亲身的经历来解答这些疑惑 另外呢 周深的歌迷都是为深深的财情所感动的 他美好的歌声 每一次动情的演唱 只要是一开口 就会把你带入到他的歌声当中去 从他的歌声当中呢 让你能够感受到周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孩子 指的就是他心灵的干净啊 只有善良干净的人才会有这么的空灵 天类般的声音 我不是那些年轻的歌迷 像我这样快五十岁的人 不会像年轻人那样盲目的追星 我们还是理智的 对深深的喜欢 首先是对他的好声音着迷 然后了解越多呢 越喜欢这个善良可爱孝顺的孩子 有时候还特别的皮 皮的时候你就想打他 有时候看到网上那些骂深深的 而且是骂得太过分了 真的很难受的 真的非常希望大家都善良一点 不要为了你喜欢的人去伤害这样一个 对任何人都没有攻击性的孩子 他向来不声不强 他真的很善良 而且正能量满满的 我看到他随时都在引导着粉丝们 不要为了他和别人吵架 不要到处安利他 要过好自己的生活 以后才会去支持他 深深一路走来呢 受到太多的委屈和伤害了 还好他的内心太强大了 把这些伤害化为了 他歌唱事业前进的动力 努力唱好每一首歌 努力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我们都期盼深深能够成为歌唱家的那一天 他的歌里有很多的鱼珠 虽然不出名 但是真的很好听 有些人出于某些的目的呢 把OST踩到了底层 看不起OST 这一次演唱会呢 就来了个OST大赏 让大家都好好听听 这些OST质量有多么的棒 有多么的好听 对综艺来说 相信很大一部分呢 之前不看综艺的观众群体 会因为有他才会开始看综艺 相信这个群体很多呢 都是目前社会上的中间力量吧 是综艺广告商最想要接触到的 有一定消费能力的重要群体 对舞台来说 被周深歌声和人品吸引到的 很大一部分呢 也是这样的群体 平台播放量的数字 有一些低估观众的数量 因为很多家庭呢 是通过定视投屏 一家老小共同观看的 当我看到粉丝真情是感的吧 从未在现实中了解到的人 形容得像神仙一样温柔的时候 感觉偶像的爱是无比高尚 和重要的时候 我感觉啊 他们是盲目的 但是看到有些粉丝 因为偶像感到自己在生活当中 积极了 有意义了 想要成为偶像那样的人了 又感觉到之前的揣测 也是没有意义的 人总是需要生活的希望 多一个盼头有什么不好呢 只靠一块屏幕的 对于心中完美的人士的信任 是容易崩溃的 我老是觉得 是因为这个原因 则有人说 真情是感的追星会遭到报应 唯心也好 唯物也好 奖礼第一 追星第二 此外 主声在双十一天猫晚会 一首二次元的唱跳 极乐净土 点燃了现场 幼儿园大班领舞 边跳边想要表情管理的舞蹈 真的是要蒙翻众多的网友了 直呼太可爱了 当然啦 全开麦的现场 唱功本的一塌糊涂 连呼吸声都是那么的 动感迷人 天花板子的神奇现场 都让粉丝们坐不住了 都在担心着 跨年晚会这孩子该怎么收场 毕竟B站留给周深的歌也不多了 于是有粉丝在周深的微博下方留言说 让我猜猜 跨年是不是准备唱《恋爱循环》呢 周深马上起来 flag说 呸 少给我整这些歪点子 say no 本来就坐不住的生米们 看到耸立在微博里扒的笔制大旗 更是炸开了锅 像是躺在了热锅里的米 正在炸成爆米花 有些米都以为是say no 的意思还回复说 让yes代替所有no 看到明真相的生米们解释说 say no是恋爱循环歌词的第一句 小编才恍然大悟 让我们欢迎口是心非第一名的周深同学 为我们表演一个恋爱循环吧 本来不抱什么希望 看到了flag的时候我就知道稳了 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 让粉丝们看到这样的flag欣喜若狂呢 哎呀 这就不得不提一下周深的那些 倒在地下的flag了 不咬牙齿flag 周深有个不太好的癖好 无聊的时候会咬手指甲 然后呢就立个flag说 兄弟们我再也不咬指甲了 哪怕是削了毒的手也不咬了 然后就是下图这种场景咯 不会开车flag 周深在我们的歌里面 把这卡丁车开到了草坯 然后逆行之后 无数次的声明过 自己不会学车 不喜欢开车 自己是个路痴 然后呢新手驾到 却把驾驶正本分给拿到手了 不会说唱跳舞flag 周深呢很多次在采访当中被问到 是否会继续考虑唱跳的时候 立马就回答说 不用考虑 应该不会继续了 回答的是斩钉截铁的 毅然决然的 然后后来的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了 野狼disco加红日 打拉崩巴 极了净土 甚至演唱会都能看见 他在rap蹦打 可见呢周深同学立下的flag 大家都说都是倒掉了 其实呢大家都说 老下的flag都是在 回馈观众回馈舞台的 他在一步步的突破自己 不想让生命和爱他的 所有人们失望 我想说周深 再爱我们一回吧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